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VS的环境下呢我们看还是 不是非常的方便啊 还是到这个OD中我们再来 玩玩整整的看一下 随便你可以打开个口袋吸油啊 获养神域啊都可以啊 稍等一下 然后呢我们给它附加上 总之我们上几个课呢 证实了这个call跟指程序的一个对用关系啊 大家起码说在这个 这个代码中在以后看到这个call啊 你知道它是一个指程序 对吧 知道它是个指程序 它是一个函数 那而且你也知道 它跳转过去的地方呢 代表着 其实相当于什么 有很多的代码被我们折叠成了一句call 对吧 那所以说跳转过去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我们因为这一句代码代表我们要执行几十上百条 甚至更多的代码 所以说我们比如说点回车 告诉我们哎 这个就代表什么 我们这么多的代码被折叠成了什么 被折叠成了这一句啊 你可以跳过来发现 就是说这个函数 其实就是什么被折叠成了 在以后呢 我们在逆向过程中呢 不再会说指程序 不再会说call啊 这个函数了 我就直接说call了 你也就知道代表什么含义了 那比如说这个call呢 其实就是相当于什么 这么多的代码被折叠成了这样的一句代码啊 那我们点回车 它当然是要跳过来了 对吧 当然要跳过来 它不可能一句 把整个的这个东西全执行完毕 它也是一句一句执行下来的 所以说这里面也知道了F7跟F8的一个区别 F7呢 实际情况下是正常的一步一步的执行下去的 而F8呢 它是在识别是否是call 如果是call的话呢 它将自动的执行到return 一直什么 只把这个call整个完成的 完整的执行过来 所以说呢 理论上F7才是真正的一个单步调试 F8呢是是吧 它把这个call都给省略成一句代码了 是这样的 那我们在这里面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在这以后你可以看到啊 这些push可能是参数 对吧 但是我在这里面提前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说参数不一定都用push 而且并不一定所有的push都是参数 就是说还有很多的特殊的情况 那我们回头再讲 不可能一节课把所有这个很多方面的知识全一起来 我们要循序渐进的来 那这是一个call我们看了一下 我们再去找找别的call啊 比如说这个call我们点进来看一下 这个call直接点就跳这来了 里面就一句代码 像我们之前说的比较奢侈 对吧 那再看看这个call啊 这个call进来之后 它是一个跳转 这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件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call你点进来之后 它是跳过来的对吧 有这么多的代码 这么多的代码其中呢 它又有什么 又有call 然后呢 这个call再跳进来之后又有这么多的代码 这么多的代码中 是不是又有很多的call啊 看call里面套着call 有很多很多很多 那其实我们正常也很容易去理解的 纸程序啊 有函数里面 会调用函数 call里面也会调用call的 不是说我们把一段的代码 给它折叠起来之后呢 它是成为一个call了 它里面就没有 里面就没有其他 其他的call了 其实是有可能的对吧 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啊 其实也不算例子了 就是我们正常去想就好了 像我们之前说的 吃饭啊 吃饭这是一个指程序 来看一下 其实呢 你们怎么说都好哈 这个函数 指程序 方法 call啊 都指的是一样东西啊 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 呃 不太去 纠结这个 有的时候 什么 全都说啊 指程序 函数 方法 还有这个call啊 你任意说哪个东西都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 我说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东西啊 那我们说 这个函数 吃饭的这个函数 那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个代码啊 很多的代码 那这些代码里面啊 实际情况下呢 它也是可以再有另外的一个函数的 比如说 吃饭的过程中呢 有喝水的动作 你 那这个喝水的动作呢 可能在你吃饭的过程中会 频繁的用到 所以说 它是什么 它也可以被封装成一个这个 单独的一个指程序啊 你在你喝水的过程中呢 可能还有拿拿杯子的动作 那个拿杯子动作 如果是一个 几个代码 把它组合在一起 它可能也会单独的 方向成一个指程序 所以说在这里面 我们知道了一个 问题就是什么呢 函数里面还可以再调用函数 也可以再调用函数 可能会调用好多层函数 同样我们在这里面看到car也是 car里面可以什么调用car car里面又调用了好多个car 这个car又调 这个car再往里面就没有再调用了 对吧 比如说car里面可能会调用什么 好多层的car 在这里面我们要对这个东西呢 有一个理解 其实也不难去理解 对吧 就是一个 循环的一个 不能说是循环啊 是一个更深层的 这样的一个调用的过程 那我们可以呃 这样的去理解了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地方如果说不是很理解的同学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拿上解课的代码 啊 在你的这个 求 这个 圆形面积里面呢 你再加一项更多的代码 比如说在求圆形面积前呢 你再去求一些更多的东西 然后呢把它再单独封装成一个 然后呢 你再去用这个 返回边窗口看一看 是不是car里面它又调用了car啊 这样的话呢 可能看起来就更加清晰一些了 在这里面就不领了大家去做这个 这样的重复的事情了啊 自己可以去完全的可以去做一下 那么在这里面只要知道car是有这样的一个调用关系就可以了 待会呢我们可能要去运用到这样的一个思路 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看od中 我们来分析一下之前没有看到的东西 就是od中啊 它这个car 它有返回值 返回值呢 是用ex来返回的 我们看看它是怎样的一个 一个 返回值的一个方法 我们随便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 其实不用找很多例子啊 我们随便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 这个car 我们点进来 发现啊 它这个return后面跟的一个市 大家可能会认为 这个return这个市难道不是返回值吗 它不是返回值的啊 return的这个市啊 它不是返回值 它是跟我们这个对战相关的 那如果 这个里面就是说没有跟任何的一个返回值 你看这return它也是有市有市或者没有市 总之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return后面是不会跟着我们想要返回的数值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没有返回的值 所以它想要有返回值的时候必须要安排一个固定的寄存器来存放我们的返回值 在我们之前追数据的时候也是追到了 发现追EX的时候 比如追追追EX 一定要到car里面去追 原因非常的简单 因为返回值 因为返回值它就会什么 改来存放 EX来存放这返回值 你在网上追的话 肯定是在这个car里面被什么 复值了 它是一个什么 相当于多条代码的一个折叠 折叠的这些代码中呢 又有代码对EX进行复值 所以说你不进去这个里面去追数据 怎么可能呢 而其他的寄存器 大家可能会说 那难道在这个折叠的代码里 就没有对它进行复值吗 这是由于函数约定导致的 如果说你的这些寄存器 它数值有改变是不会产生这样的情况的 所以说你要放心大胆的追数据 直接就追其他的寄存器 直接就把car跳过就可以了 唯独追EX需要到这里看 这不是我们决定的 是它的这些寒数约定 这些固有的方法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其实如果说car里面 如果说任意的寄存器都会改变的话 那会导致它的程序非常混乱 这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就可能涉及到整个的一个设计了 整个一个汇编的设计 这个我们不要把高度想的那么高了 因为这是完全取决于设计者 就这样设计 这就不用我们去过多的考虑 那我们在这里面也明白了这样的一个道理 之后呢 有了这两个东西 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 网络游戏 它之所以叫做网络游戏 因为我们在做任何的这个想让别人知道的动作的时候 它是必须要向服务器发动风包的 什么叫做想要别人知道的动作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喊个话 喊话的这个内容 当然是想要周围的所有人知道了 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们喊话的没有意义的 掩耳盗铃一样 所以说我们比如说喊话这个动作 是一定需要让周围所有人知道的 比如说我们走路 我们位置发生变化 也一定是需要让什么周围所有的人知道的 否则别人看不到 那我们就相当于没有走路嘛 对吧 那什么样的动作是相当于不需要别人看到的 比如说你打开背包 你边上有一个玩家 他打不打开背包 你是看不到的 对吧 他的鼠标在他自己的界面上动 他在查看自己的任务等等 这些东西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比如说我提交了某个任务 那是整个服务器是需要知道你的任务进度的 那也是需要什么 通信的 你走路了喊话了跑跑跳跳了 对吧 升级了 血量降低了 这些东西是什么 需要你周围的人或者是服务器知道的 否则的话 那就成单机版了 这是网游必须具备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说 既然我们做的很多动作 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些动作 是必须要让服务器知道的 那么他就必须要向服务器发送封包 那发送封包 他用什么东西去发送呢 用的就是这个发包函数 在这个游戏里面呢 我们暂且有一个最简单的发包函数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内容 就是表示我们一件事 我们在做了想让服务器或者周围玩家知道的动作的时候 一定要调用到什么函数啊 调用到这个圣的函数 圣的函数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呢 是先拿我们之前说的啊 比如说一天的生活 一天的生活 我这里面简单写啊 写一些尾代码 一天的生活里面有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 然后呢有吃饭 对吧 吃饭这个吃饭呢 当然是一个纸程序了 是一个函数 然后呢吃饭呢 是一个函数我们写在它的上面对吧 吃饭呢 在这里 在吃饭的过程中呢 有这个代码 那个代码 这个代码 然后呢还有什么 喝水 总之很多很多 然后呢喝水呢 它又是个单独的纸程序 我们又要写喝水 啊 感觉这个看起来 挺挺复杂 其实也不复杂 对吧 就不过是相当于什么 从下面开始 我们 执行 执行 执行到吃饭 调用这个了 执行 执行到喝水 再调用它 啊 喝水里面可能还会调用到其他的 纸程序 啊 其他的纸程序 那这个过程其实不难去理解 那剩的这个函数呢 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 就是我们在这个游戏中做任何一个需要周围玩家或者服务器知道的动作的时候 它也是有一个调用关系的 那我们来写一个最最简单的一个调用关系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去打座 打座的里面呢可能会调用到什么呀 啊 可能调用到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啊 可能会调用一些复杂的动作 我们可以叫到XXX都都可以啊 啊 打座 XXX 但是呢 无论你调用多少层啊 可能说 我们打座调用111这个纸程序 再调用222这个纸程序 再调用33这个纸程序 我们把整个的过程都省略成XXX 啊 但是最终它一定要调用到一个发包海数 什么叫做发包海数呢 就是我做的这个动作啊 我要告诉服务器 啊 告诉服务器 我打打座了 你要告诉周温玩 你要让周围玩家看到我打座 你服务器也要知道我打座 这样的话我才能在打座的过程中回血 才能让别人看到 对吧 这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发包呢 在我们现在呢 最简单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系统的去学习啊 后期的时候马上就要学到了 再暂时呢 那先把它当成剩的函数 剩的调用剩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知道了这样的一个调用关系啊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东西啊 在以后不会这样去写了啊 这样写看起来太太乱了啊 比如说以后呢 我们直接就写它的一个调用关系就可以了 像比如说一天的生活这样写啊 一天的生活调用什么呀 调用吃饭 吃饭调用什么 调用喝水 喝水再调用什么 不知道啊 等等等等啊 这么去调用 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打座 打座可能是有第一个函数啊 打座我们就不不写那么复杂了 打座然后调叉叉叉叉叉就好了 反正到最后呢 它是要调用什么 剩的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在这里面呢 对纸程序跟纸程序的一个调用关系 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深刻的理解 那这是我们这些课呢 主要需要掌握的一个内容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这些课呢 我们不妨啊 把这个网游中的一个调用的关系呢 来纸程序的一个调用关系呢 来讲的更细致化一些 那可能这个过程中很多的一个过程 你不是很理解 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后面的时候呢 会把这个调用的关系呢 整理的很细致化 我们来一点点来 首先呢 比如说你在玩网游的时候 你肯定是鼠标在这个游戏中这么动 对吧 这么动 那它可能会是在什么呢 在捕捉我们的用户消息啊 用户消息 什么叫捕捉用户消息啊 它在不断的捕捉你的鼠标动没动啊 鼠标点没点啊 键盘点没点啊 如果你做了任何动作 它会给你进行一个捕捉啊 比如说现在捕捉到我们鼠标点了啊 你看它走了 对吧 它为什么走啊 它捕捉到我们鼠标点点击了 那可能就调用到什么 调用到鼠标点点击这个car 鼠标点击呢 这个car呢 它又调用到什么呢 它通过这个点击的位置啊等等 判断到这是调用的是一个走路car 调用的是一个走路car 那调用到走路car之后呢 它可能不会是一层的这个走路排数 因为它可能会有很多层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走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过程 可能是由几百条上千条代码来编写出来的 我们不可能说整个这个过程都是一个啊 一这个从头到尾的一条一条代码写出来的 中间肯定会有一些封装成纸程序的一个调用 对吧 比如说走路走路 现在的这个走路car是包含所有的走路代码 在所有的走路代码中呢 其中包含的什么呢 包含的对什么障碍物的判断 跟这个直接走路 如果说你它这个里面包含的障碍物判断 跟直接走路 你把障碍物的判断这一块呢去掉 它又是下一层的什么走路car了 下一层的走路car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代码写成什么样呢 比如说走路car走路car1 这个是走路car1 这个是走路car2 走路car1它是有个函数体 函数体里面都有什么代码呢 比如说绕过障碍物 比如说我只是举例子 还有什么判断地图等等等等吧 然后呢走路car2 核心的走路功能肯定还在走路car2里面 对吧 我们说走路car1呢 是有更多的在走路中的更多的功能 而走路car2它是不是也可以走路啊 但只是呢 比走路car1的功能更少一些 所以说我们说它走路的过程呢 可能会有很多个调用 可能会三四层四五层甚至更多 我们在这里面就简单写走路X 要多少层不知道 然后呢这些走路这么调用之后呢 它最终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走路的这个 下达这个命令啊告诉服务器一声啊 我要我要走路了 那怎么办呢 他要把这个参数啊进行主包 主包 主包的动作 主包的动作 这个主包的动作是什么样呢 比如说你有多少个参数 我给你组成一个一个一个风包啊 然后呢这个具体怎么组 我们到时候再去讲啊 现在还没有讲到 然后呢组完的这个风包呢 我们要加密解密对吧 加密就就好了 它不需要解密 加密 然后呢再怎么样 发包函数发包 这个过程呢 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然我这还是写的比较简略的一个过程啊 实际的过程可能还会比这更为复杂 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处理 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比如说这是走路啊 如果这要是其他的呢 其他的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要明白其中的一件事 就是哪个东西是重复的 哪个东西是不是重复的 首先捕捉用户消息这个地方 任何功能它都是要经过这儿的 鼠标点击可能不是鼠标点击了 这次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键盘点击啊 等等吧 我们在这里面 比如说键盘 然后呢 这比如说是技能call 技能call1 技能call2 技能call2 技能call3 主包加密 还是一样的 还是要发送风包 所以说我们在这看 不同的功能 它是有重叠的位置的 比如说用户普通消息这一块 比如说主包加密 发包这一块 而中间是有单独的一个位置的 对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调用关系 那这些课 我们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呢 将成为我们下节课 运用的一个理论的依据 这些课呢 先到这 我下节课呢 我们用我们这些课 找到的这些知识呢 来找一个功能函数来看一看 那好这些课到这里 谢谢大家 哭了 我突然想结婚了 那你就找个喜欢的人去结啊 可是我喜欢的人太多了 七八百七八个呢 那也容易 用一个循环代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